今十四日中午十二时许,一行六人前往十澳山子陆行山,其一名姓张五十五岁女子在山边看风景时以意外闲脚,海,同行大惊报警,两名男子更跳入海中救人,正飞行服务队派出直升机到场协助搜救,其中一落海救人的姓张六十一岁男子自行爬上岸, 另外堕海,子及救人的姓张五十七岁男子获救起,但均已遇逆婚,紧急送院抢救,息告不至,消息称,涉氏三人为兄妹,系,大哥居住在香港,弟妹是内地人,当时张氏三妹连同三名年轻亲友包括女死者两女儿二十七,即二十九岁,十澳郊游,他们沿石澳沙滩行往十澳大头州,沿拍照流 女侍主在岸边看风景期间大浪卷至,闲角多海,两兄长见状愤不顾身落水拯救,未料中两兄妹同告欲逆身亡,另一兄长体力较好自,游回岸,其后一须送院检查,另外同行三亲友因,离太远,向其他人求救,星岛申诉王推出,新项目区区有申诉,并增设我要暂取栏目,县城,市民投稿 赞扬身边好人好事,共建更有爱社区,即我要暂取星岛头条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,请立更新,浏览更精彩内容 暗示篇